五臂三缺,首先说五臂 官寡,孤独残 老二无妻,为之官 老二无妇,为之寡 老二无子,为之孤 少二无妇,为之独 那残就是残疾 能说,学,易经,玄学 就说这些有的没的嘛,看不见啊,而又存在 搞这个为什么会有五臂 本来是没有的,小说里边来的 但是,但是 你硬要往上套,怎么说 都有点道理 说的这个官寡孤独啊 先不说残 就这四个 那以前 孟子就说 此四者 天下之雄灭,那是五告也 就这是 最可怜的人 都不用说的 国家就应该照顾 无依无考虑 这四个 你想一想 就是没有依靠 老儿没有依靠 那当然 小 也没有依靠 没依靠 怎么办呢 就好像是有人 等于没有人 也就没依靠 那对你不好 那就是一个人嘛 就靠自己嘛 就一个人嘛 靠自己又靠不住 实际上 简单来说就是 老弱病残 我们现代话讲 首先说官 官这个字啊 这很有意思 你现在没有这么写字的 就这边一个鱼 然后上面一个四 加上一个树 点点点 是水又不是水 那是什么呢 是鱼的眼泪 那这个字 怎么拆解它 最远古的意思 好像已经 直传了 你往上议会的话 就是鱼啊 它没有水 只有眼泪 只有去流泪 我们知道 这个鱼眼睛 是没有眼皮的 所以 我难听的讲 就最难听的 死不明目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还活着 就是睡不着觉 我们说正常的 这个人类社会 结婚生子 传统接代 成家立业 这也叫传统 那你没有妻子 或者传统也算了 或者传统也算了 那就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不管是生理的 还是心理的 都感觉 这个羊啊 缺了阴 就没有 我们命理学上 叫孤臣 那这个孤不是 我们说 没有孩子那个孤 那女的怕寡宿 男的怕孤臣 按道理的男人 女妻男八 男八八六四 正常来讲 男人应该说明更长一点 这是生物阴阳的 它自然的规律 没办法 但是现在反而是女性 这样说 那这个孤 好像就少了一点 但是也有 我们下去跟观寡 一起把它说完完